假设我要算累加 第一次的话 第一个月应该就是他自己本身 所以第一次的话 就是直接按一个等号 所以这边的话等于他自己 第一次 第一个月就是只有一个月 第二个月的话 这个累加就是一跟二相加 所以他是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月 一月加 所以加上二月 两个月相加 所以两个月相加 底下的话就直接往下填满 就可以了 那这个就是一到十二月的累加的结果 所以这个累加你应该知道吧 应该知道 就是上面的就是 上面的话呢 就是前面的累加的意思 那这个是一个数字累加的技巧 数字累加的技巧 接下来的话呢 其他像这边有一些像什么 累积营收 这边有一些公式 首先的话呢 我们要先累积的营收部分 那营收一样 营收的部分的话呢 第一次呢也是等于什么 等于 这个打勾 第一次 那第二次的话 下面这个竹筒格就等于什么呢 跟前面是一样 等于什么呢 这个 加什么呢 加这个 累计营收嘛 那这边的话往下填满 填满到这里 当然如果你往下填满 再往下怎么样 会产生什么呢 它还是一样嘛 只是就是加上面而已 上面 好 那年帧率的计算方式的话呢 这边有公式 不过这个公式的话 你大概记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等于 等于什么呢 等于 一三 因为我要跟前一年度比嘛 所以这个年度 减掉什么呢 前一个年度 前一个年度 然后呢 再把它刮扶起来 刮扶起来 为什么先减完之后的话 再除以什么呢 除以前一个年度的 前一个年度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算出呢 这个年帧率 年帧率的部分 再来呢 这个累积的年帧率呢 那这个公式呢 也跟前面的类似 就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 今年度的 再减掉多少呢 减掉前一个年度的累积 对不对 然后呢再把它刮扶起来 除以什么呢 前一个年度的 所以再除以 C3 按一个打勾 打勾之后的话呢 往下填满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算出我们 这个结果 但是呢 这边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不小心 往下填满的话 那就会产生错误 对不对 那这边也是一样 如果说我今天要避免掉 这个问题的话 可以怎么做呢 其实呢 可以判断什么呢 判断前面这个 如果它里面是空的话 那就不要填满 就填满什么呢 填满空字串 有没有 反之的话呢 就填满正确的词 那这个地方跟前面那个练习 有点类似 比如说年帧率 对不对 我可以把这个先 copy 起来 剪下来 对不对 剪下来之后的话呢 再插入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就是 是if if 那利用哪一个函数判断 它是不是空的呢 有一个函数叫 还记得吗 isblank 所以直接输入 is isblank 那我要判断哪一个里面是blank 就是判断它前面这一个 e3 有没有 如果e3里面是空的呢 如果是空的 这边按确定 因为一样跟 刚刚一样是还没结束嘛 所以切换回来 就是游标放 if上面 再按fx 如果里面是blank的话呢 就给它空字串 反之给它什么呢 刚刚不是有剪下吗 这个时候直接把它贴回去 这样按确定就好了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看看 往下填满 有没有 下面 因为前面是空的 所以你往下填满 它不会产生错误 那一样的方法 请你在累积 这个地方有没有 也是再做一次 那这边 这样往下填满 你如果填满之后 也是空的 那这边也是一样 再加if isblank 把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 这个是数字累加的技巧